富民族 拿獎金 一起訴 給百萬 富民族這麼活動是因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看不下去 所以我們在這裡特別是除了法務部所提供的查查會選 就是針對獨家市長的獲取獎金一千萬 以萬 中國國民黨 我們特別針對 只要有人選舉起訴了 我們的另外加碼提供一百萬 作為獎金 總共就是如果這個獲取案是成立的話 就是一千一百萬 一千一百萬 雖然只是排給MOU的一千一百億的十分之一 但是 也是林佳寧 林佳寧最喜歡的注資是一千一百億 所以我們是拿一千一百萬來當作選舉獎金 不證利益 這個不證利益通常就是所謂的海陸大餐 或是超過我們一般預期的LOGO的那種餐會 我們一般都把它歸入這個不證利益 我想剛才主委有談到就是94年95年 當時這個林佳寧參選市場的時候 他也曾經有幾個幹部 後來被判有罪 那個部分也是因為參會的部分 那是不證利益 不是交付金錢的那種賄賂行為 所以這兩種模式大家應該是瞭解 那今天的懸賞廣告 我要向大家報告的就是法令上的規定 就是市黨部提出一百萬人的懸賞廣告 那這個他只要一經公告 透過各位媒體朋友發布出去之後 所有聽到的不特定人 都跟市黨部成立這樣的一個契約 那如果他們開始著手去搜集 或是說以後去檢舉 市黨部不能說 我今天講講的沒有 郭尊散你剛剛是戲演 不能這樣 一經講出懸賞廣告的契約 就已經發出去了 對方只要檢舉 對方只要完成 你是不能撤回的 所以今天我們律師來是要見證說 這樣的一個懸賞廣告 已經合法成立 所以也許你是要去找職 實施就有一個節省一句 spirits的詳細 對方已經更快 帥到的制作 你不要 nominated 不乾明 順鼻尖 不乾脆 就不乾脆 不乾脆